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不夷吃 我们出发吧 Let's go 看来今年的庄稼又没多少收成 孩子们又得挨饿了 小徒 农民伯伯好可怜呀 我们帮帮他吧 别担心 我们只要把当康找来就好了 当康可是锐兽 他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的庄稼就会大丰收 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他呢 听说当康住在一个叫做青山的地方 走 我们去瞧瞧 哇 这里到处都是黄金和美玉 哎 小徒你看 河里有鱼 哇 还有好多漂亮的贝壳 当康 当康 哎 听 这应该就是当康的叫声 他的叫声听起来就像在叫自己的名字 当康肯定在附近 当康 当康 哎 这就是当康了吧 哇 他长得像一只小猪 但是他的牙齿又很像象牙 长长的还翘起来呢 珍爱的天神 请您赐我力量 让我帮助百姓 大家不再饱受饥饿之苦 谢谢天神大人 啊 当康急急忙忙的 去哪儿啊 我们跟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丰收了 丰收了 今年的庄稼丰收了 谢谢当康 谢谢当康 不客气 大家好好忙活起来吧 嘿嘿 小徒 你说的果然没错 当康真的是能够带来丰收的瑞兽呢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也该去完成下一个任务了 走喽 啊 呀 那里好像有一只猴子被关起来了 啊 哦 那应该就是幽艳了 瞧 他长得像猴子 但是身上有很多花纹 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比他的身体还长 啊 这没错 呀 他的同伴来了 啊 小徒 哦 幽艳的同伴们为什么都围在笼子旁边呀 幽艳呀 可是一种有群有益的灵兽 如果其中一只幽艳被人们抓住了 其他的同伴啊 就会一直陪着他不肯离开 啊 小幽艳太可怜了 我去把他救出来 咦 他们都怎么了 听说呀 幽艳喜欢耍小聪明 一见到人 就会立刻躺下来装睡 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飞快逃走 果然没错呢 他们 这就跑了 他们往那边树林去了 我们悄悄过去看看 幽艳呀 非常爱笑 平时呢 就住在树上 喜欢成群结队 大家一起玩 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把好吃的让给其他人 哇 幽艳好有礼貌呀 嗯 不仅如此哦 他们也非常懂得尊老爱幼 年轻的幽艳 总是会让年老的幽艳走在前面 然后自己跟在身后 啊 好啦 我们就别打扰他们了 小皮皮 是时候回去答题咯 来来来 请看题 第一个问题 当汤是瑞瘦 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大丰收的好消息哦 还有一个问题 碰到人的时候 幽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幽艳一见到人 就会马上躺下装睡 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逃走 哈哈 答对咯 嗯 不过小皮皮 你可别骄傲 后面呀 还有大男官等着你呢 看 呃 这是一只乌龟和一条蛇 嘿嘿 我呀 还是先卖个关子 下次再揭晓啦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